資料的話 幾個地方 第一個 不過我上面又多多做一個動作 凍結窗格的部分 這個所謂凍結窗格你可以直接 直接在 這個地方 在這邊點一下 A2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檢視裡面有個凍結窗格 原來是卷下去 藍不見了 所以一般我在A2地方 凍結一下 以後就出來 這樣比較方便一些 不然有時候 哪一藍的名稱你搞不清楚 第一個 凍結窗格 第二個 原來我們是用 Explank的方式產生的 不過我們將來 後面就不要用Explank了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你沒有填 它不會這種產生 所以我們需要就是下拉一個 書 自動帶出編號 跟 單價 再來就是說 我當我小技的時候 我這書 剛好有個客戶打電話進來 他要60本 我按下Enter之後的話 字都要帶出什麼 小技出來 這個小技的話呢 不是 用什麼呢 公式的方式產生喔 那再來就是什麼呢 地區 下拉一下 這是在北部 OK就完成 我們輸入的流程 你會發現這樣RUN就很順了 以往你要拿Key 有時候還容易Key錯 因為盡量不要讓使用者用 自己輸入的 就可以避免掉 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很錯誤了 所以 如果沒有那些錯誤發生的話 那就會流程 就會變得很順暢 你就根本不需要再去 幫他做最後的check了 因為這些如果都自動產生的話 基本上就不太容易發生錯誤了 OK 所以最後的話 再把這個部分 final講 再講一下 最後的話呢 這個部分呢 是判斷 他跟他出來了 這個輸入 這個是手動輸入 他會自動跳出這一個 還有 這個是下拉選單 那這個部分怎麼樣去判斷一樣嗎 當什麼 D欄的資料變更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如果他 如果他裡面是空的話 那這邊也是空的 如果這裡面有資料的話 就怎麼樣呢 把這個 這邊的輸出